大纪元记者根据相关链接下载了这份机密档案 内有195万党员的姓名、性别、籍贯、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及通讯方式等 遭外泄的195万中共党员名单 之前就被爆出渗透美国、英国、澳洲等西方社会 引起国际关注 自由亚洲电台追需调查 发现台湾企业也被渗透 台湾电子大厂台大电以及台塑集团都设有中国共产党支部 而大多集中在上海地区 调查名单发现 195万党员分数在7.9万个不同的共产党分支 其中台达电设有台达电子有限公司党支部 名单列有255人 而且只有三位的学历是高中 其他都是大学或朔博士 台塑公司也设有越南台塑专案党支部 名单上有25人 对此台塑和台达电都表示不做任何回应 报道也指出企业只要有3到4名党员就可以成立党支部接受党的领导 当中还有106名被标注台湾背景 比对发现至少有10位与有统战背景的上海市台湾同盟联谊会 上海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干部或成员姓名相符 台湾立委表示 亲自单位要尽快调查名单的真实性 但也已凸显红色势力渗透 无所不在 不可调以轻心 新唐人亚太电视 高建伦 刘兹颖 曾希敏 张有如 台湾台北报道